Hello,大家好! 今天的追风夜谈节目,我们来谈一下如何让自己活得开心 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总会不尽如意 我们总有不开心的时候 我们总想着方式方法让自己开心起来快乐起来 或者说是有幸福感 我总结了以下的五点 我觉得做到了这些基本上就会变得更加快乐 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感恩自己所有拥有的东西 我们要珍惜眼前看到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而不要看那些我们还没有得到没有拥有的那些东西 我们感恩每天的食物、大自然、生活中美好的一切 爱自己的家人、朋友、我们所有的东西 有这一颗感恩之心,生活便会变得更加的快乐 第二点,我们不要期待每一天都是完全百分之百全部开心的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只要有百分之八九十开心的东西就可以了 如果一天的生活中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那些事情是不尽人意的 不是十全十美的,让我们心烦的 那就让他去好了 因为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样子 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是尽善尽美,让你完全开心的 第三点,就是不要去依赖任何外在的东西 让自己开心 我们需要我们内在的东西 自己自足的快乐 比如说有些人去依赖酒精、毒品 或者老公、恋人、朋友 还有那些丰盛的物质来让自己开心 而这些东西往往都是不太可能走你希望要走的那些路线的 酒精可能会让你一时的兴奋起来 但是也会给你第二天的头疼 对你身体不好 或者是让你喝多了之后 反而会不开心 会激动 会变得非常有攻击性等等 恋人 恋人他可能会让你在谈恋爱激情的时候 那些大部分的时候开心吧 但是你不能完全去依赖他们 他们也会让你有不开心、心烦、躁动的时候 老公、朋友也一样 总之你不要去依赖外在的东西让你自己开心 开心呢 一定是你自己内心的丰富 一定要从内索取 不要从外面去索取 外面索取得来的东西都是不长久的 也是不稳定的 一旦你失去他们 你就会变得不开心 变得低落 所以我们要吩咐自己的内心 还是要让自己的内心、世界 让自己快乐 给自己这种幸福感 第四条 就是生活不是竞争 生活不是一个赛跑道 我们总想着要真第一 总想着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最好 总想着要把自己的事业做得最大 我们总想着和某某某去比 真的 生活它不是一个赛场 不是一个竞争 包括你自己做的所有的工作事业 如果你是在做自己一份喜欢的工作 或者说你这份所做的工作 是你自己能够发挥所长的这个事情 那就是成功了 不一定说你一定要把事业做得多大 做多大之余 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烦恼和头痛 事情都有两面性的 所以做你自己所长的事情 即使你不叫它是一份工作 那也是让你会内心开心的 所以任何东西不要去竞争很多 竞争到最后你肯定会输 因为赢家最终只有一个 总有人会比你做得好 做得更大的 最后一点 第五条 就是你不要去期待任何东西 期待越大 失望越大 包括当我们为自己的爱人 为自己的孩子 恋人 去付出的时候 我们总想着 哎呀我对对方这么好了 你怎么对我都没有做到那一点最基础的东西呢 你怎么没有给我那些回报呢 所以当你付出的时候 你就是出于爱 所以你不用去计较那些你所付出的东西 也就是说当你付出的时候 你不要去期待任何东西 你只有以这种平和的心态去爱去付出 而且不去期待任何的回报 那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是平的 你最后也没有失望 你可能还会获得惊喜 如果对方给了你一些回报 给了你爱的回报了 给了你爱的反应了 那么你当然会很开心 但是没有呢 如果对方置之不理 觉得理所应当了 或者离你而去了 那这个时候也会觉得OK 因为我是以这种 以爱的名义 我自愿付出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期待什么 也包括在其他的方面 如果是有一些事情 比如说是我期待某个人会出现 我期待 今天晚上这个节目一定会非常精彩 当然你也不用期待那么多 因为期待越大 失望越大 就让它顺其自然地去发展 这样的话呢 你最终大不了就是没有实现 你所心里想的那样 但是也OK 因为你没有任何期待 好了 今天的追风夜谈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自己这些总结 希望可以给一些朋友们一些帮助 也希望大家每天呢 以这种心态去生活 我们就能够更加开心 更加愉悦 更加有幸福感 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 再见